春节来了 公事发财来了来了来了 每条带在小山 每个人的嘴里 这面的一句话 就是公事公事 公事公事公事里啊 公事公事公事里 冬天已到尽头 真是好的消息 温暖的春风 就有垂涎大地 公事公事公事里啊 公事公事公事 恭喜发财 公事发财 这里就是一个龙城 这个龙城是一间酒店 还有咖啡的一间酒店 里面是很漂亮的 有些房子都是很中国式 今天来这里是拍照 拍多点视频 拍多点视频 这里是位于柱纳的地方 在曼谷的 接着我进来看下 参观下 现在很多女生都在这里拍照 还有很多漂亮的女生都在这里拍的唐装衫 穿了很多唐装衫在这里拍 因为未来就快春节 很多都在这里拍摄 拍照 拍视频 我身后也有很多漂亮的泰妹 我们过来这边看看 这里又有了 一来到这边又有泰国的女生很漂亮的 所以全部都很漂亮的女生在这里拍照 穿了唐装衫 所以现在泰国其实都是很流行这个中国的风格 也泰国人很注重这个中国的文化 所以很多都学国语 所以这个老板就在了一个叫做龙城的地方 龙城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中国风的一个 中国风格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棒的一个地方拍照 你看全部你看 那边有多少人在这里拍照 男男女女啊 什么人都会来这些地方拍照 大家都不妨来到这里取景拍照 拍视频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活动 好了 现在在龙城就是集中了很多人在这里拍照 每个男男女女都在这里拍照 很多很多 你看穿着旗袍很漂亮 扮得很中国风很Chinese 这些女生挺漂亮的 哈啰 这些挺漂亮的 看这些很漂亮的 这些全都扮成Chinese的女生这样拍照 拍照 其实泰国人真的很会悉心安排自己拍一辑美照 好像今次过春节 他们真的会去买一些旗袍 买一些红色的手袋 中国的化妆 去衬托这个春节的气氛 甚至乎我看到有些泰国的女生 特意去请一些摄影师 帮他们安排一些地方去拍一辆相 所以这个活动我也是受泰国人影响 令到我去一些不同的地方打卡 穿一些漂亮的衣服 不同颜色的衣服 去迎合那个地点的气氛去拍照 所以大家都不妨参考一下 他们打卡的开心活动 中国风格 这个是功夫 不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新年快乐 好 看来 南宋 恭喜发财 生年快乐 耶 你愉华 愉华 Enjoy Thank you You too 再见 再见 泰国女孩在这里 她们都会很乐意 走过去跟她们拍照 拍视频 她们都很有礼貌 跟你聊天 玩玩 所以在泰国的生活 就是这么开心 龙城还有什么呢 还有很多这些 中国气色的外墙的建筑物 哇 地方了 很多人拍照 大家看一下 我 全部都穿着很隆重的旗袍 今天星期日都放假 过来这里 这个墙好像香港 香港有些叫做村 那些旧的祠堂就是这样 它都是很复古 这些 龙城还有什么呢 好像以前的中国式的棉档 可以坐在外面 叫碗云吞面 但是真的有东西吃过 这里 真的有东西吃的 有很多泰国的女孩 现在 色心打扮 拍照 龙城这个地方 不是很出名 平日不是很多人来 而且入住率不是很高 其实也没什么人介绍 这个地方 曾经有些YouTuber 是台湾的 也有介绍过 但是就 跟着都消息了 老板都说 疫情 没什么生意 所以 还有这些女孩 你看看 快点姿势 这些超级帅 大家 怎么看 大家如果觉得泰国的女孩 穿旗袍 什么风格 可以留言给我 这个地方就是很大的 为什么它叫龙城 好像整个中国城 其实大家不止去这个 又说了 唐人街 这个龙城 都可以拍到很多中国风 恭喜发财 讲一下以前我跑马的时候 新年是会怎么样的 跑马都是有一些河碎杯 河碎马 年初一之后 第二天就要跑马 还要在这个马房里面 拜神 无论是外国人士 或者我们香港本地的 联马斯的马房 我们都会订一些 很大的小猪 拜神 家里就叫做拜四角 马房就在那个洞 沙圈那里 拜很多个角 插很多支香 拜神 拜完神 大家就斩小猪 开餐 但马房里面 全部通常都是拜这个关义歌的 一个大的关义歌 每个马房都有的 其实关义歌是这个 真是武术家 骑马 很厉害的一个将军 所以我们马房 通常都是拜关义歌的 甚至乎那些鬼佬的马房 来到香港入乡随俗 都要跟着我们这个文化 去拜关义歌 年初一就回家吃饭 放假 新年之前 马房都会每年 一个饭局 连马斯请我们一起去吃 这个新年 可能去压一鲍鱼 那些地方吃饭 压一现在都 在香港都好像 撤走了很多 好像不见了 好像是 大陆都有 还有好像是 泰国都有间 压一鲍鱼 还会在这个 HKJockey Cup Cup House里面 就有个中彩厅 放几位在这里吃饭 连马斯都会每个人 和泰封礼仕送给员工 搭借他们一年里面的 大家去工作 建立这个马房的成绩出来 抽奖的活动 或者会请一些 某些马房 有些多马的马主 跟我们一起去吃饭 做骑士 和做马房的时候 那个过新年的活动 就是这样 其实泰国人的文化 一早已经是接受了 跟变性人一起相处 这个变性人 做得都挺漂亮的 还有拍一张照 眼神是很紧要的 那张照片出来的效果 好不好就全靠你的眼神 知不懂讲故事 迷迷人 杀不杀死人 就是这张照片 拍它 拍它 它觉得漂亮 你欣赏它 才会拍它 所以它们都会很开心的 它们就是有这个好处 很好的正面的想法 真的 里面都很漂亮 Cross Over 好了 进到这里 在这条街 后面看到大家 漫画 漫画的卡通人物 最前面那里 就是一个酒店 通常如果入住 就是那几间房 是打卡位 可以拍出来 或者在里面 影里面的房 都很有中国气息 很漂亮 其实现在去这里 都是荒废了很多 店铺 都很浪费 其实这个地方很大 疫情的关系 老板就说所有工程都停止了 只有酒店 还有些咖啡 还有些小量的食店 现在变成一个星期六日放假 有些人来拍照的一些地方 工时花彩 现在就到春节 春节当然要住一些有春节气氛的酒店 接着我进来看看这些酒店 好 一进来 哇 一个沙发 一个茶几 有一个大床 房间又不算大 又不算小 有一个大床 一出去这里 就是开门 你看这些门 都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一开出来 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这里 这个就是整个景 又是用来打卡位的 一个中国气氛的一个龙 城这个地方的一条巷 这里拍出去的照片都很漂亮的 通常爆红IG都在这里拍照 对面也有一些大一点 有一些吊床 全部都有两个露台 这个一个露台仔 那边有个露台仔 这边的露台仔 这个露台仔就舒服一点 就是可以坐在外面 或者叫一些外卖 或者野食 就可以在这里吃饭 哇 太阳刚好快下山 现在几点了 5点钟在这里享用茶 看着外面的景 下面是马路 这个地区是属于朱拉 这边 就是朱拉龙宫的附近 就比较文清一些 年轻人住的地方 所以都挺好的 这里 大家都以后不妨来住一下 这些地方 和这些这么漂亮的酒店 这间房的特色就是 里面就有一点欧绿色的装修 加上这个中国味道的气氛的装修 最有特色就是这个景 这个景为什么这么有特色呢 就是仿造到一个中国城一个地方 很有中国浓厚气氛的一个城 叫做龙城这个地方 而且下面也有一间cafe 大家都可以下去 喝茶喝咖啡 外面其实也有很多小食店和甜品 这一间酒店只开了两年 还有不是那么多人认识这个地方 希望日后多点人 看完这条片 多点人认识这个地方 多点人来 或者多点华人过来住一下 视频里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呢 水妈妈 你好 红池桶米 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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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谢谢 水妈妈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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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到龙城这里 看到一个很中国的女孩 大家觉得她像哪个 不是善女拗痕 善女幽魂的那个 Hong Kong Movie 这个风格 好 OK 好可爱啊 这个善女幽魂Movie 好可爱啊 这个 好像善女拗痕 那样在 她在拗痕 Koko Mako 我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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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认识国中文吗 不是 我认识多文 你认识多文吗 少许 你梦有几多方向 找一次次梦幻 中心爱 路最人望望 新年的影片就拍摄到差不多了 下次我们再谈过 好热 又进去咖啡 这间咖啡 喝一下咖啡 休息一下 然后回家洗凉 然后吃饭 睡觉 好了 先谈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 Kalbunkap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恭喜 恭喜 好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follow我youtube 按右下角的铃铃 记得记得follow 如果不follow 迟下没得看的了 Kalbunkap 这面第一句话 就是公司公司 公司公司公司 你啊 公司公司公司 你 冬天已到箭头 真是好的消息 混乱的春风 就有垂涎大地 公司公司公司 你啊 公司公司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